寒冬已过春暖花开之际 花莲海岸县沿岸既是许多吊客喜欢下干的地点 不过还是要注意潮汐及周边环境变化 并且考量自身装备体力还有安全 再来从事垂钓的活动 海巡署舰队分属第六花莲海巡队表示 接获吊客受困交研讯息之后 立即派遣第六海巡队巡防艇 以及第一二岸巡队 机器案检索以及第一新社机动巡逻站 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暗海联合救援行动 但是因为受伤人员在禁案交研 地势较陡峭 不依靠近十九 苦思无策之时 索性巡防艇在最短时间赶赴现场 立即施放艇上小艇至禁案接驳 指挥艇上同仁成功将受困吊客救起 第九巡防器指挥部的通报 在花莲八旗 番薯辽外海 有三名吊客受困引案件 因为涨潮的关系 所以由岸边来说就确实有它的困难 还有地形的问题 所以我们派出10056艇 到 以及由接驳小艇来至海上来接驳 然后潮叉 以及礁石落差高达20公尺 后来岸边的部分有两名是由警消人员来接驳 海上的部分是受伤的民众由我们海上人员来安全的救回 救援的困难点它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地点在我们容易救援的地方大概高梯落差高达20公尺 所以它在岸上来救援 即使是用绳索 还有这个海上状况 还有海浪在 排解的过程中 他们在岸边的消防跟海巡人员确实无法将受伤的那名吊客来安全的脱困 所以必须派遣我们的小艇来接驳的方式 由于陆地一致 胶岩垂钓处高度相差约有20公尺 花莲海巡队部队长黄大港说 这名受困的吊客与朋友在花莲八起番鼠寮胶岩处钓鱼 因为不胜摔伤导致左腿颈骨受伤 无法自行走回岸边报案求救 花莲海巡队长表示 冬季海象变化莫测 他提醒如果民众在海上进行游气活动时 需要随时留意海象变化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